女团动作分出twives成员国籍差别,自于看得出来很中国。 虽然不是绝对的分别,但鲜贤的Mama就展现了日本国民女团AKB48,和韩国众女团的差别。不论是舞蹈还是服装,都看得出AKB48强调女性可爱的特点。 而韩国女团则不同,不仅舞台服装少了蓬蓬群的浪漫,反而是强调异落的Girl Crush,就连舞蹈也是走近年强调的刀群舞的帅气风格。 韩国女子组合 原创文章 每个国家不同的文化和特色就像这样展现在细节中,虽然亚洲文化看似相似,不过聚在一起才发现当中的差异其实不少,这样的情形只要看成员包括了中国,日本和韩国的twives就知道。 像是紫瑜曾在节目上说过自己刚来到韩国,觉得最神奇的一件事就是大家会坐在地上夜餐吃饭,甚至还有在平床上煮菜,用餐的习惯,就让她觉得很神奇。 坐在地上夜餐吃饭,坐在地上夜餐更是她15岁以前没有过的经验。 大大张的母桌,可以坐在上饮乘凉,做菜的地方。 而且还笑说来到韩国之后,很亚裔韩国的中国参观送完外送之后,竟然还会来回收碗筷,外送文化和中国完全不同。 但这一点也同样吓到韩国成员,让他们忍不住问紫瑜中国台湾难道没有吗?紫瑜想了一下回答应该没有吧的场面也超可爱。 而且不止来自中国的紫瑜觉得韩国文化好惊奇,就连在韩国隔壁的日段其实两国文化也大不同,爱吃的Swar呢就曾经说过自己来到韩国之后,觉得韩国人吃泡面的方法很神奇。 因为韩国吃泡面竟然会在另外找个街面低容器,甚至有时找不到杯子,还会顺手把泡面杯盖折成漏斗状来装面。 而原因当然是因为在韩国拿住碗用餐,会被长辈认为不礼貌,但吃个泡面竟然也有这么大的学问。 曾让Swar呢很惊讶,有请Apink的食神男主来为大家示范。 而且过去还有网友发现一眼就能区别Tripes成员到底是哪国人的方法,过去Tripes曾经受采访,而成员们因为场地需要席地而坐,而紫瑜选择的措姿想必大家都很熟悉。 但镜头一转却发现除了紫瑜,日本LINE的成员们的姿势全都一致,后来才知道原来在日本过去因为传统服装的限制让女生不能盘腿,后来在日本变成了女生盘腿是粗鲁的象征。 而中国和韩国则因为没有这样的限制,所以成员们的坐姿看起来就随意许多,不过韩国成员好像还是比较长把腿伸直。 从坐姿上就可以看出Tripes成员国籍,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发现呢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